看看新闻网 这个贺岁档黄小明有两部电影 撒娇女人最好命和太平伦分别上映了 但是回顾黄小明的2014年 他的答卷其实远不止这两部片子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虽然出道至今质疑不断 但是黄小明在内地一哥这条路上 越走越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他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接下来的这条片子我们就为您多面解读一下 这位热点人物 也许在很多人眼中黄小明是帅气多金的偶像 却很少有人从演员的角度来审视他 2014年中国合伙人让黄小明陆续获得了 长春电影节和百花电影节两大影帝 加上2013年得到的金鸡华表两大影帝 黄小明也因此成为中国影史上最年轻的大满观影帝 因为做演员无非就是想要这一刻的荣耀 对 所以说不想是假的 2014年37岁的黄小明还做了一件大事 首度公开和Angela Baby的恋情 并且还是在Angela Baby生日那天 亲手送上玫瑰花大肆庆祝 那我是希望可以把我的另外一半宠得像公主一样的 虽然此前两人恋爱的事情大家早已心照不宣 但是跨出这一步 也让如今事业爱情双丰收的黄小明 稳稳坐住了内地一哥的位置 出道将近15年 2001年因为主演电视剧《大汉天子》中的汉武帝刘彻 让黄小明出场走红的滋味 但随后无论是挑战神雕侠侣 《新上海滩》这些经典电视剧 还是尝试风声夜问二 招式孤儿这些截然不同的角色类型 黄小明三个字总是和争议分不开 我一直都没觉得自己是在什么偶像或者什么 只要有观众愿意看你 我觉得那就很欣慰了 但是在黄小明看来 争议并不可怕 因为他可以用路另弥附 我现在不是说躺着吃 我现在是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我刚刚进来之后 先把我周围的钟蕾的 所有人的黄渤的面包都给吃光了 我现在已经第三天连续每天工作22个小时 但是黄小明能有如今的地位 光有努力肯定不够 在拍摄风声期间 李冰冰就特别感恩黄小明 因为当时自己入戏太深 以至于每每收尽时都会忘记把衣服穿上 但黄小明每次都会是第一个 把外套拿给自己的人 我真的是要对他要有感谢的 对待朋友 黄小明是个不折不扣的暖男 对待媒体黄小明同样没有架子 日前在上海参加一场电影发布会期间 有媒体问他什么时候请大家 吃他和人权李冰冰合开的火锅店 黄小明二话不说 吩咐执行 对粉丝就更不用说了 每年玩到嗨的粉丝答谢会 他都是有求必应 更重要的是 对于自己的父母 黄小明再忙碌也从不疏忽 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很满意 因为我总是希望拿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那有时候他们不愿意用 那我有时候也会骗他们 比如说这个鞋可能挺贵的 我会告诉他们 很便宜 人家送的 你随便穿 不穿浪费了 我有时候会说 妈 我说求你了 你这鞋不穿 我就要给别人了 我跟你说 我不跟你开玩笑 他就只能穿了 你知道 或者就是好吃东西 我就会跟他们说 我说我现在减肥一点 都不想吃 你们吃吧 都是这样的 为此记者也问过黄小明 做这样一个好好先生 真的不累吗 其实当你觉得开心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累了 这个过程中 你不觉得这是累的 你觉得这是应该的 但当你晚上回去之后 你就会觉得 一天了都这样 真的是挺累的 所以我总是在 痛病快乐者的过程中 一直这样子过下去 新闻再线 众口报道